夏季电费加上电费第一波涨价 那么有些人呢 在没事的时候呢 就跑去什么大卖场啊 百货公司啊 或者是便利商店啊 随便请也拎起 结果现在有人投诉说 他去了大卖场 怎么那么闷爆了 外面有个30度 里面也有个28度 说他买一个小盒的冰淇淋 结账的时候都已经化掉了 有这么夸张吗 我们实际去了卖场一侧 里面呢 最高的温度大概是29度 但是卖场要是人一多的话呢 这个温度很难保 这个难保不会上升 今天夏日外头天气真的好热 我们来实际测试看看 现在温度到底几度 刚刚室外是30度 我们现在走到卖场里面 我们来测试看看 这卖场里面的温度 到底有几度 室内都已经开了空调 不过温度还是高达28度 这卖场里面那也不较凉呢 其实夏天一到 不少民众都会来到卖场 逛逛吹吹免费冷气 不过现在就被投诉 这卖场是不是为了 节省夏日电费 把冷气冻给关的 小小小 只要坐着不动 这汗都会直接飙出来 温度有点热 有点热 奇怪耶 台北市政府不是规定 各大卖场温度 都要设在26度 不过实际走一走 室内室外只差了2度 万一碰上周末假日 这里面逛街的民众 恐怕真的会有点受不了吧 真的真的有点热来 台北看看冷气风口 这宣传旗帜 一动也不动 好像根本没有风吹出来 不止这家卖场被人投诉 另外一家也因为太热了 被民众发现 买个冷冻商品 一到位台结账 就开始融化 卖场业者说 确实自家有节省电费 但绝对只有调高办公室温度 至于卖场被人说温度太高 业者承诺 现在会以顾客的意见 来进行改善 谢谢张浩发展 台北市政府的